大家好 歡迎來到電腦王阿達的頻道 我是小編趙凱莉 現在的工作都離不開沒有收發 大部分公司正式的合作 或是與各部門機關聯絡都會使用到它 不僅如此 我們也常被不小心訂閱的廣告信件 和EDM不分昼夜的轟炸我們的信箱 身為免秒鐘幾十萬上校的大忙人 主義一螺框的信件是非常的花時間 所以這次我們幫大家整理了 非常好用的Gmail鍵盤快速鍵的前五名 讓你處理信件更有效率哦 古人說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慶 首先我們要先教大家如何開啟快接鍵 在預設的情況下 其實Gmail的快速功能鍵是關閉的 如果你想要啟用這個功能 我們可以在收鍵家點擊右上角的設定 查看所有設定才能夠進入更多設定下面的版面 接下來往下拉找到鍵盤快速鍵 選取開啟鍵盤快速鍵 最後不要忘記儲存變更就可以使用啦 使用快速鍵第一名 C撰寫新郵件 儘管寫新郵件只要按下網頁上的撰寫大按鈕 但如果你不想要把手離開鍵盤 或者是剛好沒有滑鼠的情況下 可以直接按下鍵盤上的C鍵就可以做使用啦 對整天工作都在寫新郵件的人 這個功能是非常好用的哦 使用快速鍵第二名 L加上標籤 在參雜工作訊息以廣告文宣的電子郵件當中 要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一封信件是由大海烙針 所以標註以及分類我們的信件是非常的重要 那要如何整理我們的電子信箱呢 我們需要開啟電子郵件 或是在收件夾裡面選取我們想要標註的信件後 按下L鍵即可加上標籤 當然在這邊我們除了需要使用預設的標籤分類外 也可以新增自己需要的標籤 來讓我們的收件夾更加井然有序 也更加個人化哦 使用快速鍵第三名 S加上信號 在重要的信件上面 我們常常會用信號來標註避免自己忘記 那在這邊其實就可以使用S這個快速鍵 幫信件加上信號哦 另外像是合作備忘錄、密碼函等等 是需要存償的郵件 我們可以運用封存來做收納 只要在郵件內或是收件夾按下1 就可以直接封存啦 封存後不但方便我們日後查閱 同時還能夠在收件夾中將它隱藏起來 讓信件夾不會再亂糟糟哦 使用快速鍵第四名 R 回覆 當你想要快速回覆目前開啟的這個信件時呢 可以按下R鍵 就可以馬上跳到最下方來轉寫回覆 另外要回覆所有信件中的參與者 包含收件人、副本收件人、密件副本等等 可以按下A進行對所有人回覆 使用快速鍵第五名N與P 查看單則標題與所有來往信件 有時候呢我們和對方在信件中互相回覆 在Gmail中呢會列入同一個標題裡面顯示 如果你在信件內想要查看前一封或是下一封來往信件內容時 可以按下N可以移動到下一封回覆中 按下P則是回到前一封信件 這個快速鍵非常適合用來閱讀密切來往的信件 讓你可以更快速的再次瀏覽所有信件內容 可能很多年輕人呢在這時候想 我們已經有Line、Message等等的這些更快溝通渠道 為什麼還要用email呢 因為比起一般的通訊軟體email可以更直接明瞭的 讓收件者了解你想要表達的內容 使用標題表明這封信件來意 那在文件裡面呢也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表示想要對方閱讀的重點 另外透過電子郵件地址可以明示你來自於哪一個單位 也有許多品牌呢會透過域名來打造正規可信的良好形象 雖然呢現在大多數的年輕人不太會使用電子郵件 但在工作上真的是離不開啦 希望呢今天的教學可以幫助到大家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呢歡迎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電腦王阿達的頻道 我是趙卡莉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by bwd6